两位法恶童 我的老朋友 有段日子没见了 最近还好吧 托你的福还不错 当然 你要是能带来我们要的生意就更好了 哎呀 副店长话说到这份上 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开口了 看来你带来的消息不太动听啊 二位 你们听我说 这完全是不可抗力 为保障选举安全 市里最近加强了安防 不仅是公路要道 和外环连通的空洞出口 也都派住了人手 虽说一直以来 利用空洞运货的外环私伤还不少 但最近风险骤增 委托人大都放弃了这段时间 做市里买卖的念头 就算有人铁而走险 这些小商人手里 肯定也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毕竟你们放弃我这里值钱的委托 转而做起外环生意 应该是在找可靠的情报员吧 牧羊人 看来你还挺了解我们 毕竟咱们是老搭档了呀 你们放心 我不会跑根问底的 虽说没生意介绍给你们 但叔叔我今天也不是白来的 我有个建议 你们想打听消息 可以想办法解释一下外环的机车族 机车族 外环人住得很分散 物资运输大多要靠机车族 这些人不仅在居民中有威望 消息也是最灵通的 只可惜这个选项超出了我的业务范畴 叔叔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二位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不打扰你们做生意了 如果你们改变主意 想在最近轻松赚一笔 欢迎随时和我联系 谢了我们会考虑的 再见 虽说得到了一条有用的情报 可搜寻普尔曼的难度一点也没降低 没办法 只让外环完全在我们的业务范围之外呢 说起来 最近事里关于普尔曼的消息越来越少 就连Ferry也完全搜索不到有用的东西了 哥 你不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挺奇怪吗 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了 外环虽大 但一个人要在那里生活 不可能做到密不透风 对 就是这样 普尔曼出逃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治安局也在通缉他 按理说随着时间推移 应该各种情报满天飞才对 一个大活人到底是怎么做到销声匿迹的呢 我说 我认输 我认输了 这才对吗 大叔 你要是早点开口 咱们还多能省点力气呢 好 还有其他挑战者没有 还有没有 大老爹 我们拿到电火石了 现在你总不能再说我们参加火运旗行海时机会到了吧 我们卡里通之子可是最强的 这次我就要趁火打劫 坐上霸主的位置 趁热打铁 白痴 怕主的位置啊 海桑 虽然现在我的观点也没有改变 但你们既然拿到了资格 就去试试深浅吧 大老爹 你不打算跟我们一起去吗 我已经退休了 这种热血沸腾的活动 还是交给年轻人吧 再说运输的生意 总得有人照应 海桑 大老爹 我们在那边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东西 是城里人的空艇 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看到 喂 凯撒 这里有个活人 明明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 这家伙命可真大 总觉得这张脸好像在哪见过 不是好像 这家伙是市里那个远景案的被告 现在在治安局的悬赏通缉令上呢 这么多钱 投靠今后三十年反正又饮到水喝了 都 都购买五两大钢牙了 治安局大手笔啊 治 治安局 不 不要把我交给治安局 求求你们 我知道真正的幕后黑手 我有他们的犯罪 证据 说实话 我现在都有点怀疑 普尔曼是不是还活着了 生鬼的调查多少还能指望一下Hand 可角突兀代理的诉讼 该不会一直这么搁置下去吧 主人 住手二号 接到比利的来电 是否为您接通 我 刚刚才提起他们来着 Ferry 把电话接进来吧 哦哦 原来店长你们在家啊 刚才给你发信息一直没有回复 我和灵都在呢 怎么了比利 店长 我有件十分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最好能当面跟你说 我就在营业欧长征后面的路口 你能不能过来这里一下 比利 既然这么近 你来我们店里不就好了 因为我开的车过不去 啊等等 有志安官过来了 我得跟他解释一下 店长 电话我先挂了 总之我就在这里等你 拜托了 哦 比利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角突兀的车 之前不是没刷往咱们车库里停吗 不过他既然这么说了 哥哥 你就出去跟他见一面吧 哦 店长你来了 好快啊 比利 你从角突兀跳槽了 这辆印着 诸突猛进的货车 还有这只帮布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可能 你知道 我还是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的 况且 你可老大承诺的分红 还一定你都没给呢 这辆车和帮布 都是一个叫 卡吕东之子的外环机车族的东西 这辆车有心爱力多的通行证 但最近非市民进出城 排队太慢 所以我就给他们临时当司机运点货 毕竟他们也是我的老东家了 比利 原来你认识机车族 是啊 其实我在他们那儿干了挺长一段时间 是后来机缘巧合才到城里来的 店长 这些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聊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卡吕东之子手里有普尔曼的情报 这消息可靠吗 可靠 这是他们的二把手亲口告诉我的 店长 卡吕东之子知道咱们在找普尔曼 他们说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独家猛料 不过条件是跟法恶童当面谈谈合作 你的意思是 他们要找神将 他们没直说 不过我猜是这样 店长 虽说我们代理的官司很需要破碗门 不过尼克老大说了 你是我们的恩人 跟什么人合作 选择权在你 总之 这几天我会帮卡吕东之子在城里升级帮布 采购货物 之后就出床跟他们碰头 如果你愿意和他们见上一面 到时候就跟我一起去吧 哥哥你回来了 比利找你说什么了 外环机车族卡吕东之子手里有普尔曼的线索 但条件是要跟我们当面谈合作 哥哥 你有什么想法 既然对方很可能是需要神将 那我们换取普尔曼线索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话虽这么说 可对方要哥哥 你亲自到外环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 不是还有比利在吗 而且他现在还会给老东家帮忙 看来他们之间还算融洽 好吧 我明白了 往好处想 外环不受心爱力的管辖 也没有人限制神将活动 倒是不用担心反恶同暴露的风险 哥哥 那这两天你就坐下出发准备 把手头上没完成的工作处理一下吧 真开阔啊 怎么样店长 外环的风景还不错吧 在这里开车也超级过瘾的 不过 这条路距离空洞也太近了吧 周围的空洞数量也好多 这也没办法 外环没什么以太技术 很难消灭空洞 就连以太资源也开采不了 店长 你看到那边的大家伙了吗 那种机器 难道是开采石油用的抽油机 不愧是店长 这附近叫做救油景区 这儿的居民现在还要扣石油为生呢 等等 这边的城市怎么回事 出手要出手了 比利 向右 向右开进空洞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竟然驶入空洞里去了 亏我还以为能看到点粉身碎骨的劲爆场面呢 鲁秀斯当人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错了 求求你 请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虽然卡吕东之子葬身空洞这个结局 我只能给61分 不过看在你努力的份上 不过看在你努力的份上 行吧 希望你今后能牢牢记住这次的教训 别再管不该管的事 大主阵营的二把手 这种玩笑可不是随便开的 我还不让你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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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进空洞前一瞬间 我给林发了求救信息 他在外面一定会帮忙想办法 太好了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 对了 店长你和副店长的身体状况好像有点特殊 不能长时间接触空洞吧 别担心 车里有我帮忙买的抗轻食药物 还有几个市里淘汰的空洞数据装 比利 看来我们有办法从空洞逃出去了 卡里东之子的帮部里一定有萝卜 再加上数据装获取的新数据 哦对啊 店长你是神将 能算数逃出空洞的入境 好店长 那咱们就赶快开始安数据装吧 走吧店长 我拿上数据装了 嗯 安装三个就差不多了 啊 有遗骸出现了 大概是被数据装吸引来的 店长别担心 我来对付他们 装好一个了 店长 咱们去下个地方吧 又有遗骸了 好像比刚才那些难对付 店长 找个安静的地方存起来 好 只差最后一个数据装了 咱们走 店长放心 我很快就搞定这些家伙 你身体怎么样 没事 撑得住 啊 刚刚好像有什么声音了 刚刚好像有什么声音了 这种运动强度可不太适合我啊 不过 比利老弟 比利老弟 噢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价了 呃 呃 前輩,伸手好像神輸了 哼 哼 來吧 接下來 就是我們的主場了 兄弟們 放開手腳上吧 前輩 別讓我見識一下 你真正實力的字 呃 十八子彈能夠掉 哼 前輩真有自信 糟糕 再多打十八蛋藥分數不能爆燥了 嗨,比利老弟 剛才可真夠兇險呢 我們再晚個幾秒 就要被乙孩抱著啃了 別擔心大姐頭 憑我這把硬骨頭 多少還是能支撐一陣呢 哼 前輩明明都被逼到絕路了 還真敢說 萊特老弟 這就是你不了解我了 我現在身上用的可是強化性素材 別說乙孩了 就連尼克老大 都不太敢徒手打我呢 呃 看來還是尼克的生態位比較高啊 對了大姐頭 好,萊特老弟 你們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啊 剛才接到了一個奇怪的電話 是個年輕女孩打來的 她慌慌張張的說 你們掉進這個空洞裡了 怎麼會出現了 果然是風店長 路西還懷疑這事兒有炸來著 不過 她把你們的情報說得分毫不差 連進來救人的路線都說明白了 這就是傳說級的神將啊 可真是長了見識 過獎了 都虧你們趕來援助 呃 喂,神將 你怎麼啦 電掌,電掌 震動一點 快把人送出去 快來 這場意外也有我的責任 我們卡呂東之子 一定要用最高規格的禮儀 來安葬我們的客人 萊特 排官的事就托付給你了 可以說是重任在監了 嗯 並移車駕駛 一定要平穩才行 拍拍 唉呀,我知道呀 會穩穩送上路的 博尼斯 燃葬之火 肯定得你來 啊 疼痛燒乾淨就可以了 洛西 洛西 給我 看我脫一點 不要生氣嘛 這不是終於有機會 過一把燃葬儀式的影了 嗯 哪有這樣隨便用客人來過癮的 波尼斯 啊 還不快把噴槍收拆 啊 真是驚訝啊 哥哥 不要緊吧 有沒有哪裡受傷 抱歉抱歉 剛才可能稍微灌火了一點 歡迎來到外環 願你浴火重生 哈 法國童 真是沒想到 因為一場意外 竟然把你們兩個人都請來了 剛才嚇到你們了吧 哈哈 別緊張 你們既然跟比利老弟是一丘之和 對於我們來說 就也是朋友 啊 啊 對對 我們同流合汙很久了 正式介紹一下 我們是卡里東之子 是外環的機車族 我是現任首領 凱撒 今天請你們來的原因 比利老弟應該已經說過了 卡里東之子想找你們幫個忙 至於你們關心的普爾曼 他的空挺在外環降落時撞了個稀爛 雖說他命大可以傷得挺重 現在還沒醒過來 等等 你的意思是 普爾曼就在你們手上 對啊 怎麼 露西之前沒跟你們說嗎 你們放心 我們會負責治好他 等他醒來之後 就交給你們 等 等一下 凱撒 你是白癡嗎 談判還沒開始 這麼重要的籌碼 就直接交出去了 談判 籌碼 露西 你又說這種小家子氣的話 拿捏別人軟肋的做法 一點霸主的氣魄都沒有 你說得到輕巧 我之前辛辛苦苦封鎖信息 不就是為了今天 就是和法娥童談不上 你讓我上哪找靠谱的神將 跟我們去活於其行 火於其行是我們自己的事兒 從一開始我就沒打算把寶壓在別人身上 神將 你們放心 你們能到外環來 就是給了我們面子 就算不答應幫忙 普爾曼的事我也不會改變主意的 凱撒 你的好意我們先領了 不過俗話說 蜈蚣不受路 零說得對 其實我們今天只想著能得到一點普爾曼的消息就好 沒想到竟然會有這麼大的收穫 既然你們以成相待 我們也會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哈哈 說得好 夠爽快 露西 這下你總該放心了吧 咳 謝了 法奧童 你們願意協助幫了大忙 能講講這次委託的詳情嗎 神將 我們需要你們協助的 就是剛才提到的火域騎行 這可是我們就有景區一等一的大事 只有公認最強的機車組隊伍才能參加 是一場空洞裡的強者較量 凱撒 你這麼說人家怎麼可能聽得懂 我來解釋吧 簡單來說 火域騎行是一場穿越空洞的摩托車越野賽 賽事只有兩支隊伍參加 規則也很簡單 最早穿越空洞到達終點燃金火湖 把點火石嚷進湖裡的一隊就算獲勝 這種危險的挑戰有什麼意義嗎 當然有 火域騎行的目的是 定期確保石油資源的安全 畢竟石油可是舊油景區的命脈 當然 對於我們這些機車組而言 火域騎行還有另外一種意義 因為比賽的勝者 將坐上舊油景區機車組聯盟的霸主之位 沒錯法額童 霸主是機車組聯盟公認的最強者 現任的霸主陣營叫凱旋者 他們的首領大叔已經在這個位置上做了好些年 我早就盼著能跟他一較高下了 原來如此 真是熱血呢 哼 凱撒 要是你的腦子裡只有這些膚淺的東西 卡呂東之子成為我的囊中之物已經值日可待了 大家拼命爭奪霸主之位 怎麼可能只是為了最強的稱號 又不是神秘格鬥漫畫的小學生 舊油景區的石油產業從各種意義上來說 都要靠機車組聯盟的支持才能延續 而霸主作為聯盟的領袖 掌握著分配運輸線路的權利 換言之 掌握著實質的利益 這半年來 凱旋者分給我們的全是最差的線路 絕對是他們在背後倒鬼 可我去找他們理論 那個皮笑若不笑的二把手盧秀斯就只會說 霸主大哥現在不再舊油景區 線路是抽籤決定的 嗯 說起那個霸主大叔 的確有小半年沒露面了 也不知道在忙什麼 不過露西你怕什麼 就算路況不好 憑咱們的實力也照跑不悟 再說了 你怒氣沖沖 還不是因為這些線路沒辦法順道去買化妝品和零食 閉嘴凱撒 之前不是說好不會在客人面前揭我短的嗎 啊 是算揭短 明明是事實吧 再說是你先白吃白吃的嚷嚷個不停的 我就不要面子的嗎 你一開口就毀了本小姐的計劃 還指望我誇你不成 啊 對對對 露西蒙特夫大小姐 我毀了你的計劃 我看你說忘了是誰以為能見到傳說中的神將 一晚上激動的睡不著覺了吧 哼哼 夠了凱瑟 我要跟你決鬥 卡綠洞之子今天就該易主了 哈哈 來啊 誰怕誰 萊特 我來當裁判了 他們兩個不要緊嗎 沒事沒事 手腳你們不用在意 這種情況每天大概都會發生個兩三回吧 對對 沒事兒了 只要別被抓去做裁判就好 弄不好會被氣頭傷的兩個人一起罵呢 總而言之 兩萬神將 我預期刑由你們幫忙真是太好了 接下來 大家就一起加油吧 走啊 店長 休息的好嗎 昨天你累壞了吧 看你一躺下就睡著了 比利 我妹妹呢 怎麼沒看到她人 哦 我剛才把副店長送回你們店裡去了 因為副店長和凱瑟他們商量了一下 準備把一部分設備搬到你們的車裡 搭一個移動的神將工作室 意思是說 要把家裡的HDD設備搬到這裡 對 副店長說在市裡工作溝通不方便 而且外環的智能設備少 遠距離傳輸數據也會有延遲問題 哦 早啊 孫家 你醒來 比利老弟說得沒錯 你們在外環工作效率會更高 放心 我們會搞定供電和網絡 就算在外環也能讓你們如 如履薄冰 嘿嘿嘿 你應該是想說如魚得水吧 對了 這會兒趁著設備還沒運來 我帶你們到下面的野火鎮去打個招呼吧 露西說 讓你們跟我們一起風餐露宿肯定不習慣 所以我找鎮長給你們準備了這處 讓你們費心了 應該的 待會兒從鎮上回來 你去找露西他們聊聊吧 我聽你妹妹說 你們在比賽前要收集一些空洞數據 剛好露西他們這幾天也正在為火域齊行做準備 大家應該能互相幫上忙 卡薩 我帶神將來打招呼了 哎呀 凱薩 這位就是城裡來的神將 原來新愛里多人也跟咱們一樣 年紀輕輕就出來打拼了呢 凱薩 這位女士是 女士? 你們城裡人講話真有意思 我叫卡薩 是野火鎮的鎮長 我們鎮之前受了卡里東之子很多照顧 所以你們有什麼需要儘管來找我就好 你們晚上就住我身後這間屋子吧 不好意思 現在裡面還放了些沒運走的貨物 待會兒我就找人來收拾 卡薩 我這次來發現鎮上好些人在做這些編織品呢 沒辦法 到鎮上的書油管道一直沒修好 加油站開不起來就只剩手工編織這個銀聲了 還好最近接了筆挺大的訂單 而且一說要舉行火域齊行 楊碎也好賣了許多 楊碎 那是什麼 啊 就是這種草編的工藝品 每到活魚齊行的時候 舊油景區幾乎家家戶戶都會掛上它 這個圖案看起來像一個倒著的人 哈 聖將 哭你能看出這個 這個倒著的人就是機車族聯盟的初代霸主 當然了 外環的老人們都說 這個圖案也是太陽與火焰之神的臉 它能指引英雄點燃火壺從空洞平安歸來 這麼特殊的圖案 背後一定有什麼原因吧 哈哈 你說的沒錯 其實這個圖案代表的 正是初代霸主進行火域齊行的傳說 沈將 雖說舊油景區現在還能開採石油 但你知道 其實早在幾十年前 核心採油區就已經被空洞吞沒了嗎 咦 可我記得石油這種物質很容易被以太侵蝕吧 嗯 其實災害發生沒多久 以太物質就順著地下的設施和抽油泵 讓埋藏較淺的原油都造了殃 但湊巧的是 唯一的深層開採設施坍塌後 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天然氣燃燒口 噴發燃燒的天然氣 隔絕了以太物質繼續向下蔓延 這個天然氣燃燒口就是燃金火壺 對 因為火壺的誕生 就有緊去所有人的生計才總算保住了 可即使有了火壺 也不代表我們從此就能高枕無憂 天然氣和以太物質燃燒的副產物很容易轉變成以太結晶堆積在火壺周圍 如果芳人不管 這些結晶會越堆越多 最終封死燃燒口 導致火壺熄滅 一旦這件事發生 地下的石油就又要面臨滅頂之災了 神將 其實之前真的發生過一次火壺差點熄滅的危機 當時為了拯救火壺 有個年輕人帶著幾個夥伴冒死進入空洞 準備用特製的點火石炸開以太結晶 那 就是我手上這個東西 可因為空洞內環境兇險 他們手裡連蘿蔔也沒有 等到達火壺的時候 湖面已經幾乎被捷徑封死了 危急之下 那個年輕人只好騎著摩托 衝進了火壺深處唯一的燃燒口裡 才終於把火壺點燃了 所以居民們為了紀念他的犧牲 就製作了陽碎 哈哈哈 神將 我可並沒說初代霸主就這麼喪命了呀 神將會這麼想也很正常 畢竟當時和他一同前往火壺的人也都認為他已經死了 不過一天後 他卻奇蹟般地從空洞生還了 大家都說 是太陽與火焰之神被他的勇氣所感動 讓他御火重生了 從此之後 居民們就把神明的臉和他跳下火壺的形象一起畫在陽碎上 還流傳下了一句歌謠 《墜入火海 英雄歸來》 真是個不錯的故事 難怪會廣為流傳 可以說舊友景區的孩子都是聽著他長大的 我小時候還經常玩扮演初代霸主參加火域騎行的遊戲呢 當然啦 初代霸主的厲害之處可不止於此 他回來後不久 就把舊友景區大大小小的機車族集結起來 建立了機車族聯盟 然後又定下規定 每隔幾年時間就要舉行一次火域騎行 讓火壺不會再遇到類似的危機 是啊 所以火域騎行延續到現在 雖說還是實力最強的機車族才能完成的壯舉 但對於我們這些居民們來說 已經越來越像個節日了 神將 你來了 神將 凱撒不是說就帶你去和鎮長打個招呼嗎 怎麼過了這麼久才回來 剛才看到野火鎮做的陽碎 就順便聽大家聊了聊火域騎行的傳說 嘿 難怪我老遠就看到凱撒眉肥色舞的 畢竟那可是凱撒最喜歡的故事嘛 凱撒還說過 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能成為初代霸主那樣的英雄呢 哼 他要是真想當上初代霸主那種大人物 還是趁早忘掉這些天真的童話為好 不過初代霸主應該是確實存在的人吧 沒錯 正以為是確實存在的人 大家才應該客觀地看待他 不是嗎 火域騎行說到底也只是幾十年前發生的事 怎麼可能有那麼強的傳奇色彩 不過借助神明的奇蹟 倒是可以讓自己的事蹟廣為流傳 這麼看來 初代霸主明顯是個頭腦精明的傢伙呢 露西 凱撒說你總講這種老氣橫丘的話會長周文啊 胡說 別聽他胡說 我每天都有負面膜 才不會長周文呢 嗯 神將肯定也能看出來吧 火域騎行 與其說是英雄壯舉 不如說是初代霸主獲得舊遊景區掌控權的不敬 說起來 昨天凱撒叫你蒙特夫 露西 你跟新艾利多的名門蒙特夫家 什麼名門 你對爆發戶也太可惜了吧 不過 你猜得沒錯 那就是我家 原來你是從市裡來的 為什麼放棄了那裡的生活 當然是因為那種被人規定的人生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而且我老爸的腦子裡只有利益和生意 沒錯 在外環可不一樣哦 尤其是我們舊遊景區 機車族聯盟講的是自由和道義 哼 話雖這麼說 但要生存下去 哪裡能少得了利益和生意呢 就說我們卡里東之子吧 員工要發薪水 車輛維修更換需要資金 況且還有很多城裡不賣給我們的必需品 也得用人脈和金錢去搞定 城將 我昨天說霸主陣營針對我們可不是信口開河 卡里東之子這幾年的口碑比凱旋者要好 他們不眼紅才怪 可因為近期的路線不好 我們的收入下降了很多 招募新員工也成了問題 所以 就算是為了卡里東之子今後的生存考慮 也得拿下霸主之位 有你幫忙籌備火預期刑 真讓人放心 哼 我就知道同樣金魚計算的法惡童能明白這些道理 只憑藉蠻力和熱情 可成不了大事 你瞧著吧 用不了多久 我就會贏過凱撒 總大手上把卡里東之子躲過來 哈哈哈哈 有些 剛才問你還不敢說 原來你昨天晚上還是打輸了 不 不是說 只是暫時休戰了 畢 畢竟現在籌備火預期刑才是最要緊的 當上首領這種事 可以先往後奉奉 神將 我們說正事吧 早上另一個法惡童說 目前外環空洞數據不足 會影響你們在空洞裡的發揮 所以最近 我們就會和你一起去空洞裡獲取數據 哦 其實我也有事需要你們幫忙 去火預期刑的車輛需要進行一些改裝 得把必要的配件弄到手 哥哥 我回來了 辛苦了 凌 走吧 我去幫你調適HDD 不用了 剛剛我已經測試了這裡的電壓和網速 HDD的運轉狀態一切正常 難道外環來 菲瑞和EIS都挺興奮的 但畢竟是全新的環境 還是要花時間適應一下 為了火預期刑 就先用眼下幾個工作練練手吧 嗯 哥哥 你如果準備好了 我們就出發吧 苦味 開心 啪肝 吃我 說得真的 應該是無情的 好 嗯 粉紅 很一臭 不只能對一個外面的 快點還是要快點 有法非常試刑 那數據 是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是因为我们旧游景区的机车族队伍都有个叫长胜冠军的位置 莱特和比利就是干这个的 初代霸主定下了规矩 凡是加入联盟的队伍 做事必须遵守道义 一般来说是由霸主出面调停纠纷 可要是霸主不在 或者双方达不成和解 就会用决斗这个老办法解决 这时候就该长胜冠军出马了 老板说的没错 长胜冠军肩负着整个机车族的荣辱 我们平常也坚韧首领的保镖 只不过以老板的实力 并不怎么需要人保护呢 大老爹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君王既不需要最能打 也不需要最聪明 只需要有把众人联合在一起的企图 不过在我们卡里东之子 我刚好就是最能打的那个 你还好意思说 就因为你总沉不住气出手 莱特的工作一直不太饱和 所以我只好让他帮忙做些别的 神将 不瞒你说 其实我之前有很长时间 都以为莱特的工作就是打杂了 哎呀 谁让咱们的大管家小姐特别会精打细酸呢 主人 已到达数据采集区域 很好 目标点就在前面 一号数据桩正在初始化 启动完毕 以标记下一个安装位置 还好这次离得不远 行 快背好数据桩出发 是是是 管家大小姐 二号数据桩正在初始化 启动完毕 再安装一个 就得功告成了 以为您选择了完美的安装位置 要是能近一点就更完美了 三号数据桩正在初始化 小心 又有一还出现了 启动完毕 很好 那接下来 请问 二号数据中附近发现生物信号 凌 走吧 凌 走吧 大王 乱车 莱托 那是人你认识 没影响 但看招数也是击车座 都给我站住 总算被本小姐给逮到了 你们这些无耻的欠贼 喂 小丫头 嘴巴放干净点 说谁是贼呢 说的就是你们 你们手里的数据装是我们之前亲手放置的 是我们卡里冬之子的财产 你们是哪个机车族的人 做这样的事就不害臊吗 哼 我们是谁用不着你管 你说这些东西是你们的 有证据吗 当然有 这些数据装可是有进货单的 只要对比一下登记的编号就知道了 嘿嘿 你就是那个城里来的 木兮什么什么吧 早就知道 把卡里冬之子的军师尖牙利嘴 今天一见 果然挺会戏张声势 但我们可不会上你的当 不信你看 这些数据装上根本没什么编号 诶 数据装表面的编号都不见了 我就说吧 这些数据装原本就是遗落在空洞里没人要的设备 按照联盟的规矩 谁捡到就是谁的 卡里冬之子为了抢我们的东西 竟然编出一套漏洞百出的谎话 真是让人笑掉他呀 哼 我一开始还以为你们只是些小毛贼 没想到是有备而来的 喂喂 什么意思啊 路西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磨掉金属表面的刻字 挺有专用的沙轮才行 竟然连这种东西都准备好了 看来他们早就算好会有现在的局面 原来如此 莱特 既然路西不让我多管闲事 那接下来就交给你处理了 收到老板 看来是我体现员工价值的时候了 各位虽然不知道原因 不过各位期望的应该是决斗吧 嘿嘿 毕竟大家都是机车组 这样解决纷争才公平吧 莱特 听说你成为卡旅东之子的长胜冠军之后 好像还没输过呀 是时候让你好好回忆回忆往日的屈辱了 你应该不会忘了 鱼禁斗技场那个地方吧 哈哈哈哈 没错 你之前可是在那里摸爬滚打了很久呢 苦痛的滋味一定还记忆犹新吧 不瞒你说 我们的长胜冠军也来到那里 不过跟当年总是匍匐在地上的尼克不一样 他是有着二十连城战技的强者 等等 难道说是 哈哈哈哈 莱特 看来你已经在颤抖了吧 没错 就是他 不好意思 是谁来着 来他 你这墓中无人的混蛋 是我呀 巴罗姆 我的二十连胜就是被你断掉的 你这傲慢的家伙 就凭自己长得帅 又实力又名声 还长得帅 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了吗 等等 长得帅是不是说了两次 巴罗姆 很好 我会记住你的 不要胡到我 这话你已经说过三次了 用不着废话 你我之间的恩怨 就在警戒清散吧 莱特 听起来你比巴罗姆要强 但他们说你之前接头输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毕竟那可不是只要取胜就行的地方 喂 莱特 你最好认真点 待会输的时候 可别找借口 来他 别走吧 我说 能不能别总这么激动的喊我名字 听着怪众拔的 我输了 巴罗姆大哥竟然输了 真相该怎么办才好 我们可是被交代过 不怎么办 把数据装给卡绿东之子留下 有事情回去我来扛 是 是 我明白了 巴罗姆大哥 莱特 我就是为了和你一战才来的 既然你已经跟我较量过 按照联盟的规矩 我阅读服输 只是没想到师哥这么多年 我还是没能打赢你 挽回我的荣誉 不 你错了 你从一开始就不需要挽回什么荣誉 我不是故意要忘记你的名字 只是因为与地下搏击场相关的事 对于我来说根本毫无价值罢了 你说什么 为了金钱痛击对手 为了金钱假装被人痛击 哼 那种生活根本就与荣誉无关 只有走透无路的人 才会站在那样的擂台上 当年的你 也是一样吧 你既然已经听实力离开了那里 当上了机车族的长生冠军 为什么却把心忘在那个阴暗逼色的地方 我 你 你的意思是 好好感谢这个外环吧 他永远不会嘲笑你的出身和过往 只要有实力 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你只是想跟我较量 不用扰丸子 随时奉陪 毕竟 我也有一只想要挑战的对手 我 我会的 莱特 呃 那个 谢谢你 不客气 巴卡 巴罗姆 啊 莱特 你根本就没想记住我的名字 你果然又在骗我 等等 除了名字的事之外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那我也不会高兴的 回收车辆配件的工厂 就在离空洞入口不远的地方 很快就到了 对了 我其实有个问题 我听哥哥说 这个空洞里的工厂 好像会把分剪后的配件拿出来买吧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直接在空洞外买呢 道理很简单 就有景区的机车族这么多 留到市场上的货物 肯定都是人家挑剩下的了 没错 这就好比如果想吃条品质好点的鱼 就得有人当天清晨包船出港 用空庭把食材送到厨房才行 这该死的仪式感 不愧是蒙特副检 不愧是蒙特副检 城里人吃多饭就这么麻烦 相比之下 我们只是到空洞里来买东西 要简单多了呢 出发吧 是野骸 小心 放心 放心 马上解决 没错 正好让我试试星条的燃料 这些线路是草里防椅还用的 很危险哦 可能说陷阱和伯尼斯那个更危险 哦 等等 在墙里可不是这条路 来都来了 说不定猪猫没有什么好东西呢 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 大家先应战吧 嘿嘿 怎么样 我就说吧 这家伙的运气还是一如既往不好 看我的 统统烧干净 这附近也还真不少 就当帮回收场老板打倒卫生了 推卷回收场就在前面了 提示 附近也太浓度较低 空间状态稳定 难怪还能在这里做生意 几位好 看你们这装备 是机车族联盟的人吧 你好啊老人家 我们想挑点摩托车用的配件 你们果然也是来买配件的 不过很不巧 大概直到火域骑行结束 我们这都没货可卖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早上来了几个年轻人 把我们这的全部存货都买下了 啊 我也提醒了他们 把货都买走 其他客人有需要就麻烦了 可为首的新人姑娘 看起来不太好惹 而且给的价格也比市价要高得多 哦对了 他说她是卡吕东之子的人 因为好不容易拿到了挑战者的资格 所以要好好准备一下 咱们几个里面有谁是新人吗 阿草阿木阿砖也都不是姑娘啊 伯尼斯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 是有什么冒名顶替我们 把这里的东西全买走了 等等 你们刚才说什么 老人家 我们才是真正的卡吕东之子 之前来的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可恶 不仅害我们买不到配件 还顺便背毁我们的名声 真是打得一说好算盘 哎呀 其实我也觉得这件事 让我心里不太踏实 要是你们能劝他改变主意 我也完全没意见 只要你们出去别说是我说的就行 老人家 那些人去哪了 哦 他们买光了这里的东西还不算 听说空洞深处的汽车坟场 还有一部分没运出来的配件后 就立刻动身到那儿去了 看来我们还有机会截住他们 嗯 盛将 我们快走吧 要去汽车坟场 得回去拿摩托了 时间来得及吗 放心吧 林已经让派派过来送车了 走这边 附近有个空气列系 待会就能和他会合了 神将真是太可看了 会合点只在附近的公路边 快到了 主人 请小心附近的易燃易爆物品 没关系 看我头头炸干净 警告 伯尼斯已启动狂野冲撞模式 谁啊 这名字品味真差 网名为金丝熙哀哥的人 无权质疑我的品味 闭 闭嘴 检测到前方区域存在生物信号 太好了 看来派派已经到了 总算都拿到摩托了 哇 佩佩 你果然给我们送车来了 听到神将的召唤 这个人当然是一分钟也不敢耽误了 你们的车都在这 赶快出发吧 谢了 佩佩 大家 咱们赶快走吧 伯尼斯 等等 你别一个人出那么快 这可是和对手比速度的时候 说不定我们还能先到一步呢 哎呀呀 年轻人真是干劲十足呢 神将 上车吧 咱们也出发 太好了 果然是我们先到一步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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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本来想着 既然已经取得了先手 就该见好就收 不过 看到你这个样子 实在是激发了我的 这不是玉 啊 好远 好温暖 哎呀 你疯了吗 连自己都烧 嗯 猫猫难道不都是喜欢 搞火的吗 伯尼斯 没事吧 神将你们来了 哎呀 他是猫戏人呀 尾巴超柔软的 伯尼斯 我能乱摩戏人尾巴 连我都知道 哦 对啊 第一次见面应该摸下巴的 不要欺人大事 哎呀 猫猫生气 好可爱呀 可恶 敌人有疲态了 加油 行了 到此为止吧 我认输了 认输了 喂 什么意思 把换说清楚点 意思就是 回收场的配件和还给厂里 气声坟场里那部分我也放弃 今天的事 我们彼此就当作没发生过好了 哎 今天的事 当作没发生过 怎么 你们觉得吃亏了 我买走配件后 除了你们应该还没人来过 谈吕东之子的名声 应该没什么损失 再说 雇主那边如果知道我失手 对我也没好处 所以我会声称事情已经办妥了 背后得力的也是你们 今天的事 当作没发生过 喂 不要得寸进尺 你还想怎样 可是 可是我们刚才明明玩了那么久的 哦 妈妈 你的身手真好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厉害 又可爱的猫兮人 等 等一下 你 你在胡说什么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果然就像传说中一样 猫兮人是不会对主人忠诚的呢 毕竟我只是个拿钱败事的佣兵 而且那个雇主 说实话我对他也没什么好看 不过 对方的身份是不能透露的 我可不想给自己惹上麻烦 你们就死心吗 嗯 没关系 我们不会问的 喂 伯尼斯 这件事你不能就这么随便做主 哈哈哈 露西 你就随他去吧 伯尼斯下定决心的事 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猫猫 既然你不喜欢现在的雇主 来卡里东之子怎么样 就不怕我背叛你们吗 猫兮人的力装 可是会伸向任何人们 放心吧 我听说猫猫会选择最强大的人作为伙伴 我们卡里东之子一定能办得到 那就等你们成为最强之后再说吧 另外 不要从猫猫猫猫的交变上 我也是有名字的 我叫 波可娜 波可娜 下次再来一起玩吧 像你这样没亲没中的玩伴 还是算了 不过 我的确并不讨厌温暖的地方 神将 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还叫你出来 我就快门见山的说了 今天找你是因为我有额外的委托 而且希望你能保密 能详细说说吗 你应该也察觉到了 最近我们在空洞内行动时接连遇到阻碍 明显是有人在针对我们 我调查了巴罗姆和波可娜的身份 他们没在任何一个机车组公开的名单上 不过我猜 他们巴承和凯旋者有关 我也有同感 毕竟毁于其行就是你们两个阵营间的较量 另外根据我对卢修斯的了解 这件事背后绝对少不了他 只不过我们手里没有确凿的证据 却奈何不了他 神将 对手给我们使办案子 我早有防备 不过有一件事不太对劲 他们的信息也太准确了 如果不是事先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 怎么可能每次都更好妨碍到我们 很有可能是镇上 有人给凯旋者通风报信 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 目前还不用 因为我要先排查一下嫌疑人 接下来我会去调查这件事 后续说不定会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放心吧 这个委托法恶童接下来 谢谢 对了 再提醒一句 这件事别告诉其他人 尤其是伯尼斯和凯撒 伯尼斯根本就藏不住事 事与凯撒那边 算了没什么 你真的很为凯撒着想呢 怎么可能 哼哼 我掌握了凯撒不知道的情报 就等于在跟他的较量中取得了新手 只是这样而已 总之 事情有进展之后我会联络你 等我的消息吧 再见 好 哦 是你呀神将 你是来找路西的吗 不 我只是在附近随便转转 你们继续 哎呀 神将果然是个守口如瓶的人 这样就能放心了 我早就说了 嘴不言反应不快的话 是干不了神将这一行的 派派 原来你是在套路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毕竟接下来要讲的事还挺关键 而且比想象中要麻烦呢 神将 可疑目标就是佩佩发现的 想请让他来告诉你吧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自从我们驻扎到这里之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怪现象 每次野火镇把手工编织品货物运走后 当天夜里卡萨总会离开镇子两三个小时左右 而且他还会带着空洞用的装备 自从路西告诉我镇上可能有人是告密之后 有一次我看到卡萨要出发 就假装失眠跟他搭话来着 他告诉我他也是因为睡不着出来散心 之后就热无其事地回去了 不过一个小时后 他就再次捏手捏脚地离开了野火镇 这种举动实在是太不自然了 啊 调查出这种结果真是糟透了 卡萨跟卡吕东之子的交情 比我加入的时间可长多了 就是因为有长期的信任关系 我们才把营地设在了这里 而且对于凯撒来说 卡萨一直就像姐姐一样之的信任 万一真是他背叛了我们 凯撒心里一定会很不好受吧 所以这件事现在 只能我们几个去悄悄调查 如果真的被我们严重 也最好能瞒着凯撒把他解决 确实是件棘手的事啊 就像高速弯道下坡的时候 发现刹车失灵了一样 不过事到如今 想着最坏的结果也没有 只能见招拆招啦 谁让我们是卡吕东之子呢 派派说的没错 既然是横冲直撞的野猪 就没有退缩的选项 神将 我听说过几天 镇上又会发走一批货物 卡萨应该还会照常行动 我们就在那天晚上跟踪他 看看他到底要去干什么 好了 已经进入空洞了 伯尼斯和凯撒那边没问题吧 我看过了 凯撒已经睡着了 那家伙的作息一直都很规律 至于伯尼斯那边我也搞定了 为了能消耗他的精力 我足足跟他切磋了一整天 看来今天空洞里的乙孩 是没办法得到我完美的一击 毫无痛苦的消散了 别抱怨了莱特 要不是你一开始没把燃油隐藏好 也不会变成这样 行了 我们赶快走吧 毕竟今天这件事 只能靠我们三个跟神将来解决了 有些人 是卡萨 他在那里 赶快跟着 干死的意子 他这么想被打飞吗 劉西,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別急嘛 動作太大,萬一被卡薩發現就不好了 琼琼,卡薩往哪邊去了? 先搜索一下周邊區域吧 看來不是這個方向 這裡好像是躲藏骨 是出口,我們走 卡薩在那裡,好像是在等人的樣子 聖江,我們小心點,靠近看看 我已經按照約定過來了 喂,有人嗎? 之前的約定應該是… 莫爾斯 只能你一個人來才對吧 你在說什麼? 快把商定好的東西交出來 那…可需要付出相應的報酬才行 不如… 我直接問卡履東之子拿吧 什麼? 獵物,你已經在我的準心之下 既然這樣,但我們也不用客氣了 莫爾斯,卡薩,這一筆招就一起算吧 武力 凱薩 凱薩那麼信任你,可你們才是一夥的 等一下,魯西,你聽我解釋 你們在這裡秘密透透,還有什麼好解釋? 你到底從他們的拿來什麼好處? 不…不是這樣的 這是陣上急需的生活必需品 自從加油站沒油了之後 陣上其實已經捉驚見肘 什麼? 這些事你之前可從來沒說過 啊,modelキッ 呃,他想逃走 呃,他想逃走 快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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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撒,你怎么来了? 凯撒,你冷静点听我说 够了 我知道 这些物资在放在空洞里会被侵蚀的 凯撒 你把他们拿走吧 你 霸主蓬佩 好久不见,卡吕东之子的凯撒 大老爹身边的那个小丫头 竟然都可以带着部下跟我打擂台了 霸主蓬佩 趁现在卡吕东之子还认可你是联盟的首领 你最好能把自己出现在这里的理由解释清楚 不急,这件事待会儿自会料理 眼前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 凯撒 这里的货物都是凯撒者承诺交给野火镇的东西 你的决定是让镇长带走他们吗? 蓬佩,你不要欺人太甚 露西,等等 你和卡萨之前争执的那些话 我都听见了 这些箱子我刚刚打开看过 确实都是食品和药品 他们没有说谎 不管他们是怎么来的 终归是镇上需要的东西 只是,卡萨 既然你们遇到了困难 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帮忙呢? 我们不是有这么多年的交情吗? 凯撒,其实我本来是打算向你们求助的 可这个时候,你心冲冲地告诉我 你们取得了火域齐行的资格 问我能不能临时驻扎在野火镇这里 这些年,卡绿东之子帮了野火镇这么多忙 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报答你们 反而还要你们分心吗? 报答? 把我们的消息出卖给凯旋者 这就是你报道我们的方式吗? 出卖消息? 等等,露西 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 我只是跟凯旋者做了交易 用帮忙加工手工艺品的方式来换取物资 他说的是事实 虽然野火镇一直向着你们 但作为霸主也不能是区域里居民的请求不顾 所以我提供了这个机会 甚至卡萨说 不希望你们看到凯旋者的人出现在附近产生误会 要把交易地点赶在空洞里,我也硬了下来 毕竟不能伤了同盟间的和气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的行踪泄密这件事 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小丫头,不切尝试好事 可要是咄咄逼人 就是不给别人面子了 几位,我正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来的 因为今天 我在野火镇交付给我们的工艺品里 发现了这个东西 这是...窃听器? 摩尔斯 这个小瓶子里原本应该放着酬油 我们旧油井区命脉的象征 可为什么会出现这东西呢 另外,这几次交付给野火镇的物资数量 好像也比约定的数量要少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庞佩大哥 我...我... 摩尔斯 我让你跟着我参加火域齐行 不是为了让你耍这种下三烂的小花招 如果我们作为联盟的霸主都不守道义 又有谁会愿意留在联盟 到时候又有谁来保护旧油井区 庞佩大哥 非常抱歉 我错了 是我昏了头 这件事... 这件事都是我的责任 我愿意受罚 你愿意受罚? 你有想过你一个人担得起被你破坏的东西吗? 卡利东之子 卡萨 摩尔斯是我的部下 是我对手下弟兄们管教无方 我不会把责任退给他 这件事... 身为现任霸主的我会承担责任 也会给你们补偿 哼...说得好听 你打算怎么承担? 最近,我与旧油井区相邻的几个区域进行谈判 达成了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旧油井区老化损坏的输油管道 往后可以借到其他区域重建 条件是我们提供一部分油料给对方 等等,也就是说,我们镇的油料供应有救了 没错,最多再过三个月就能恢复供应 而且,几个区域也达成了共用公路的协议 这样,旧油井区就能打通至少五条新的货运线路 卡里东之子,在接下来的半年内 我打算让你们负责其中三条线路 你们应该不会拒绝吧 你的意思是,你要把盗子的利益拱手让人 之前的线路抽签,听说你们连续抽到不好的线路 虽说只是巧合,可也该给你们补偿 虽然新线路利益可观,但要经过艰险的路段 你们也需要经验老道的车手,但是我也有条件 你们必须在这期间,无偿帮助三个区域内生活困难的居民点 当然,后续使用这些线路的团队也一样 你们觉得如何? 为了路西,她说的条件怎样? 真的像她说的那样好吗? 如果属实的话,的确是一下子解决了我们跟野火阵长久以来的问题 而且因为拓展的线路,对其他机车组来说,收入也会增加不少 原来是这样啊 外大叔,你的条件确实不错 只不过,你好像搞错了一个前提 到底谁是霸主,谁来分配路线,还不一定呢? 如果我当上霸主,一定会比你做得更公平 哈哈哈哈,口气不小,那我就当你答应了 好,我答应你 凯撒,这是我亲手写的承诺信 不久之后,路线分配的事就会正式公布 我们就火玉七星赛场再见吧 嗯,也就是说,墨尔斯把窃听器藏在交给野火阵加工的工艺品里 偷听到了我们这里的信息 是的,而且一旦货物加工后被运走,也能悄无声息地回收窃听器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计划 诶,既然这样,霸主为什么要自己把这件事说出来呢? 那个时候你们不都没发现窃听器的存在吗? 虽说暂时没有发现窃听器,但我们跟卡萨很快就会解除误会 到时候,大家就会怀疑到这些货物上 是的,如果被我们动手找出窃听器,事情一定会变得无法收场 有什么区别吗? 哎呀,真是乐观啊,伯尼斯 现在霸主愿意主动出面承担这件事,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诚意 可要是被我们找上门去,就算事情真是那个墨尔斯斯自作的 我们也不会答应他的条件吧 要是这件事没处理好,机车组联盟的根基可就要不稳喽 如果弄不好就有景区的安全也会受影响呢 影响竟然会这么大 是啊,一直以来大家生活还算安稳 多亏了联盟能携手保障石油的安全 要知道,石油不仅有外环其他区域觊 城里的大企业也认为,就是因为它才不能把势力扩张到外环来 如果石油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机车组可能还有机会去别的区域发展 其他人就真的惨了 尤其是野火镇 大多数居民都是老人和孩子,以太失心体制也不行 哦,沈江,原来你在这里啊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事找你,你能稍微来一下吗 沈江,我想跟你聊一下凯撒的事 但是,自从我们跟霸主见面之后 这两天我总觉得凯撒的状态有点怪怪的 那家伙头脑简单,平常总是很精神 可最近他不仅总是一个人坐着发呆 就连饭都吃得比平常少了 凯撒有心事? 很不可思议,对吧? 难得莱特会为了火鱼吉星主动跟他切磋 他竟然说要思考 我总觉得和那天的事有关 可如果我去问他,他肯定不会说实话 咳,事先说一句 那家伙到底吃错了什么药我才不关心 只不过他目前还是卡里东之子的领袖 我不能让他影响了别人 沈江,能不能拜托你想想办法 既然这样,我来旁敲侧击一下试试吧 刚好明天我打算回新艾利都的家里拷贝离线数据 应该是个机会 嗯,这主意不错 而且凯撒也没怎么去过新艾利都 你刚好带他去掌掌见识 那好,凯撒那边我来想办法 明天让他骑车带你去新艾利都 到时候就拜托你了 原来鼎鼎有名的法恶童就住在这里 而且还经营着一家录像店 说起这个,有时候露西为了看喜欢的明星出演的片子 还会专门跑到新艾利都来呢 露西现在还经常回城里吗 我们偶尔也会跟市里做生意 毕竟他有新艾利都的身份 来去自由 我就不验了 其实要不是今天跟着你 我已经有段日子没来过市里了 凯撒,今天要不要在市里转转 我来当导游 刚好数据拷贝完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在这里闲着也是闲着 好啊,那就听你的 电影看过了,饮料也喝过了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还有点时间,要不要在附近散散步 光影广场有不少有趣的店铺 说不定也会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好,那我们走吧 先生注意,小心躲开逃放 不好,那家伙眼神不善,是个妄命徒 现在追他的几个人不是对手 哲,你小心保护好自己,我马上回来 喂,哲,是你啊 凯撒,你现在在哪里,你没事吧 别紧张,别紧张,我没事 人已经顺利抓住了 你忘了吗,我可是比莱特还要厉害呢 再说了,我之前对付蚁孩的时候 也没见你这么关心我呀 跟蚁孩比起来,有时候还是人类更危险 哇,你竟然说出这么老气横秋的话 听起来一块大老爹似的 对了,你还在刚才那附近吗 刚才追着人在巷子里一通乱转 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方位了 稍等我一下,我马上过去找你 嗯,喂,主要,能听见吗 唉,上架,看时间 数据应该已经拷贝完了吧 天也快黑了 我们准备回外环去吧 谢谢你今天带我长了见识 不愧是新爱丽都 几乎每个地方都像欢笑镇那么繁华 啊,欢笑镇是我们旧游景区最大的集市 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好东西 难怪外环也有不少人想要来这里生活呢 凯撒没有想过吗 凭借你们的实力,应该有办法获得市民身份 我?我的确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即使今天来了市里 我也还是觉得自己是属于外环的 哲,果然是你,真是好久不见哪 虽然你在店门上贴了告示,说你们两个要外出一段时间 没想到你们竟然会去这么长时间 刚才我听乔普说乔姐你回来了,就赶快过来看看 怎么样,你们都好吧 谢谢你,嫩座大叔 我们都好,最近只是去朋友那儿玩几天 大叔,那个朋友就是我了,我们会好好招待灵根哲的 有你这么热情的朋友,我们这些邻居也放心了 不打扰你们了,有事啊,随时来店里找我 神将,刚才那个大叔是你的邻居吗?你们关系真好 我之前总听说市里的人际关系要更淡薄一些 今天来了才知道,这里也挺有人情味的嘛 你刚才问我有没有考虑过来市里生活 我现在觉得,大概就是因为有许多亲近的人在外环 我才没想过要离开 所以,如果我想要真正保护他们的话 像现在这样是不行的 凯撒,你是在说成为霸主的事吗? 嗯,神将,其实这两天我想了很多 我从小听着火于其行的故事长大 好像一直以来,我想成为霸主都是想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强者 但对于霸主来说,只是强大是不够的 庞培大叔的手下虽然做了坏事 但大叔一出面就解决了纠纷 还把卡吕东之子和野火镇的困难都摆平了 我这两天才知道,原来他这半年不见踪影 都是为了搞定和其他区域谈判的事 他想出的这些办法,别说想到了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那天庞培大叔把条件摆上台面的时候 露西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些新路线对旧有景区的好处 但这些都是他告诉我我才明白 还有卡萨,一直为了震子的生计忙前忙后,扛下了所有压力 跟他们比起来,我看来还差得远 别这么说,凯撒 你也有你的优点 在你发现空洞里的那些货物时,并没有发火 而是让卡萨先把他们带出去 那个时候,明明我们都以为卡萨背叛了我们 但你却还是先想到了镇上的居民 担心物品在空洞里会被侵蚀 唉,这种事应该所有人都做得到吧 毕竟和我的面子还有心情比起来 还是大家都能吃饱饭更重要 不过听你这么说,我感觉自己也突然轻松了不少 虽然我不聪明,但就像野猪一样 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不会改变,我会努力追上他们的 况且我身边还有一群支持我的伙伴呢 嗯,现在我就专心想着火域骑行一件事吧 庞培大叔是个不错的对手 这次,我可要好好和他在火域骑行一决胜负 庞培大哥,这是新的路线分飞表 几条透展的货运线路已经按照您说的分到卡里东之子名下了 嗯,放在这吧 大哥,为了这些新线路,您操劳了这么久 现在真的要拱手让人吗? 如果没有莫尔斯窃取情报这回事,可能我也不必这样大费周章了 对了,莫尔斯坚称这件事是他一人所为 你怎么看 这个…大哥,你知道莫尔斯他也是为了咱们的利益着想 哼,大非所问 不过我看你对这件事,倒也不怎么吃惊啊 想赢不是坏事 可我们既然坐在霸主的位置上,做事好歹得讲道义 只有联盟稳固,邮警才能安全,一切利益都建立在这上面 内生嫌隙,只会被人钻了空子 对了,我听说最近这段时间,你好像和市里的企业有不少往来 大…大哥,绝无此事啊,是因为我们帮采油厂弄的那批防护服出了点问题,我想办法周旋了一下 但愿如此,莫尔斯,你很聪明,也有野心,可就是容易急功近利,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 是,大哥 这文书一份份的,真是没完没了 我总觉得这些天特别容易疲乏 难道说不服老不行了? 哪有的是,大哥最近张口就是火狱骑行,分明是月月欲试 哈哈哈哈,说得好 凯撒那丫头虽然有点意思,可想取代我还早了点 不过大哥,这些天你也别太操劳了 毕竟,为了这场盛会,您可要养精蓄锐才行呢 电视剧前,收音剧前,还有现场热情的燃油混蛋们 我是你们最爱的,巧屁巧妮 在三十四十或者五十年前,一个青年留下了坠入火海英雄归来的奇迹 在几分钟后,新的英雄将重现火狱骑行的壮举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忍不住又有点紧张了 哈哈哈哈,做好你擅长的就行了,神将,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这个在旁边飞来飞去的东西是什么 混得好,都给我把眼睛睁大了看这里 为了能让所有人一睹盛世真容 每天活于其行都会有全程跟拍无人机 而今年,空洞内外仅有的十分钟转播音声更是赤人无前例 没话不多说,下面介绍本节比赛的参赛阵营 首类帮凯旋者,杭培,卢修斯,莫尔斯 东类帮卡吕东之子,凯撒,露西,莱特 比赛工资很简单,冲进空洞抵达火湖 用点火石把该死的仪态结晶炸干净 谁能率先完成仪式,谁就能赢得霸主之名 霸主大叔,终于到决赛了 这次能跟你痛痛快快的一决胜负了 哼哼,小丫头口气不小 那你可要努点力,别让我太无聊了 好了,双方各就各位 火运行星,比赛开始 两队人马旗鼓相当,通过了分叉点 接下来在空洞内,我们能否有心目睹精彩的遭遇战 大家留神,要进入空洞了 燃精火湖,我们来了 好,已经顺利进入空洞了 各位,沿道路向空洞伸出前进吧 我会实时监测路况 检测到前方路面有障碍物 小意思 都还好吧 一点都不好,我头发里全是沙子 哈哈,谁让你开得慢 周围的仪太结晶变多了 仪太浓诺也提升了,大家小心 那边有座好大的建筑 应该随便有场吧 听大老爹说,当年这里热闹得很 好险,好险 你看这边路啊 刚才那段路真难走 不是吧,你这就不行了 你就好好开你的车吧 小心点,前面路变窄了 什么想坐稳了 等等 什么时间 周围地面就晃过了 周围地面就晃过了 大家醒醒 神将,神将,醒醒 你没事吧 糟糕,刚才的冲击 不会把帮布弄坏了吧 开萨,我没事 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还好,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没什么大碍 唯一麻烦的事 现在只有我跟你在一起 露西和莱特都不见了 刚才巨石落下来的时候 附近的地面突然塌陷成了一个大洞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里了 主人,由于强烈震动诱发的空间失序 主人现已偏离了预定路线 正在重新计算您的位置 此外,落实发生前 检测到道路两侧山体均出现剧烈能量释放现象 请您予以关注 剧烈能量释放现象 你是说爆炸 之前那段路上 有不少老旧的石油开采设施 爆炸是不是那里发生的 啊,啊,去 啊,怎么回事 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 身上粘的全都是这些亮晶晶的粉尘 粉尘 啊,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 ES身上也到处都是 嗯?等一下 这种东西 不是高纯度以太炸药爆炸后留下的以太粉末吗? 哥哥,你说什么? 可外环并没有高级的以太技术 城里也不可能把这种微信品卖过来 这里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既然发现了这种东西 至少说明爆炸不是意外 我们被人暗算了 什么?是谁干的? 难道...是凯旋者? 可蓬佩大叔在起点的时候 还叫我弄点力别让他无聊 他明明是父想要和我较量的样子 怎么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 凯撒,虽说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但出了这样严重的事 今天的比赛不可能再正常进行下去了 刚才无人机应该拍下了我们遇险的画面 我们把事情告诉观赛现场的博尼斯 让他想办法叫停比赛 收到,助手2号 正在为您拨打电话 啊,神将,是你们啊 怎么突然打电话来了 今天在空洞还挺顺利嘛 目前还没遇到什么样战斗的情况 啊,波尼斯 刚才发生了那么大的事 你们没看到吗 啊,发生什么事了吗 哥哥,情况不对劲 菲尔社现场播出的录像被人做了手脚 而且不止我们的 就连霸主他们的行驶画面也是假的 双方的内容都被调了包 我觉得整件事不像是为了阻挡我们赢得火于其行那么简单 你说的没错 敌人好像是在有意封锁空洞里的消息 而且还出现了不该在外环出现的以胎炸药 难道对方是要对火狐不利 啊,神将 你是说,火狐可能有危险 凯撒,我觉得哥哥的推测有道理 凯撒,你是卡绿东之子的首领 也是法恶童的雇主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我们可以立即设法离开空洞 把刚才的遭遇告诉所有人 当然,也可以 那还用说吗,圣将 我们去火狐 既然火狐可能有危险 怎么能放着不管 只要能保证火狐的安全 剩下的事,总会有办法的 好,既然你下了决定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等等,你们刚才到底在说什么呀 虽然感觉好像出大事了 可我完全听不明白 伯尼斯,别着急 待会儿我会慢慢和你解释 哥哥,凯撒,你们先准备出发吧 当务之急,是和莱特还有露西会合 凯撒和神将 走吧,神将,时间紧急 检测到了前方,神将有存在生路信号 神经,你还真是没额没颜 神经,你还真是没额没颜 神经,我们快走 我来了 凯撒和神将 神经,你怎么才来 你们俩没事吧 老板,放心吧,我们没事 不过刚才的坍塌不对劲 应该是以太炸药引起的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很有可能有人要对火狐不利 咱们得赶快赶过去 等一下,要去火狐,没摩托可不行 提示,已检测到三辆摩托车的位置坐标 太好了,神将,快带我们过去吧 走这边,附近有个空间列系 检测到附近存在生物信号 哥哥,过去看看吧 不过来,我们不过来 不过来 那个人是莫尔斯 奇怪 他怎么没跟霸主大叔他们在一起 老板 刚才那家伙拿着望远镜 一个劲儿像山下的区域展望 从位置来看 他观察的应该就是咱们刚才遇到爆炸的地方 莫尔斯 怎么样 看到卡利东之子了吗 他们走到哪儿了 报告大哥 我按照吩咐监视着他们走的那条路 不过始终没看到他们的踪迹 始终没看到 奇怪 那几个年轻人也算有些水平 一道正式怎么变得这么不中用 大哥,您没事吧 莫尔斯 大哥怎么可能会有事啊 你是没看到大哥刚才一刀劈开乙孩的英姿 卢秀斯 你小子别光拍马屁 跟着我这么多年 你这一欲强敌就退 一有胜算就轻敌的坏毛病 还是改不了 身为机车族 又是凯旋者的副手 这种半吊子可服不了人 大哥叫醒的是 我一直学义不经 如果不是跟着大哥 肯定连火狐的影子都见不到 行了 之前遇到火于其行这种事 你躲还来不及 这次却坚持要跟我来一趟 也算有点长进 莫尔斯 你继续盯着卡利东之子 我们已经离火狐不远了 糟糕 凯旋者他们竟然领先了我们那么多 可听刚才的对话 庞培大叔好像对之前的爆炸并不知情 不过我觉得莫尔斯的举动有点可疑 刚才山下的爆炸引发了大规模踏坊 就算不用望远镜 在这附近也能看到阳起的烟尘 神将 你说的有道理 一般人发现这种状况 肯定会警觉起来 就算莫尔斯的任务是探查我们的踪迹 可完全没报告这件事也太奇怪了 哇 凯旋 你声音太大了 谁在哪儿 莫尔斯 束手就行吧 哼 想都别想 莫尔斯 你知道诺夫 老板 内侠会已经从猎蟹跑走了 莫尔斯绝对和刚才的爆炸有关系 可恶 我有种不好的感情 先别想这些了 专心解除眼前的乙孩 卡吕洞之子口口声声说要一决高下 谁知道这一路上竟会这么无聊 啊 难得大哥对那个凯撒轻言有加 只能怪他们太不争气了 哼 不过无聊也是好事 行了 至少能有几年不用为火狐的事操心了 这些突然出现的乙太结晶是怎么回事 乙太聚合催化剂 能加速游离的乙太粒子快速结晶 这是市里企业为增加乙太产量开发的技术 在火狐的特殊环境下有奇效 卢秀斯 难道说你 没错 蓬佩大哥 你的点火石已经被我替换了 火狐很快就会彻底熄灭了 哦 还有件事差点忘了说 使用这种催化剂时 附近的乙太浓度会迅速飙升 尤其对乙太弑性体质异常的人来说 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 卢秀斯 你竟敢 我绝不会饶了你 你竟敢 让我的右脸上又多了一道伤口 你这个怪物 已经被侵蚀成这个样子了 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力量 竟然会对你抱有期待 是我瞎了眼 但你真的知道 勾结城里的乙太奇 会给这里带来怎样的后果吗 大哥 你该不会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 相信什么老掉牙的自由和道义吧 那群弱者和废物 早该被这个时代抛弃了 只要有乙太的力量 我就能在这个群龙巫手的外环 建立新的秩序 一个完全听命于我的王国 喂 怎么了 老大 发现了卡里东之子的踪迹 他们马上就要到达火湖了 什么 那么多炸药都没干掉他们吗 唉 只能先撤退了 要是亲眼欣赏火湖熄灭 能给九十分 现在也就剩下六十分了 不好意思啊 蓬佩大哥 是时候说永别了 我来给你个痛快吧 嗯 等一下 我突然想起来 我突然想起来 你不是很遗憾 没能和卡里东之子一决高下吗 我突然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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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检测到目的地燃金火湖附近的以太浓度剧烈升高 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火湖附近没有摄像设备 目前还不清楚现场的情况 不过这种异常的现象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可恶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嘛 露西 不管怎么说 我们先用最快速度赶过去 神将 我们的魔兔在哪里 他们被练习传到了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跟我来 但是 火湖那边的情况如何 检测到离太浓度仍在上升 同时检测到火湖的热源范围正在缩小 火湖 果然出事了 快到了 大家的三辆车都在前面 快到了 前面就是火湖了 快到了 前面就是火湖了 凯撒 那是 凯撒 那是 喂 把猪大叔 制作一点 凯撒 凯撒 火湖出事了 到处都是以太结晶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了 是 卢秀斯 他 背叛了我 我们马上带你出去 睡下的之后再 没时间了 凯撒 你们 一定要保护好 火湖 大叔 大叔 小心 大叔 小心 大叔 小心 大叔 almost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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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他已经彻底变成乙孩了 我... 都是我们修司的英猫 是他攻击了以太奇 想让我回心意 没错 只要没了石油 他就能在这里有一次回来 警告 检测到敌人的以太火线正在上升 什么 他的攻击方式变了 大家小心 大叔 别再给他打了 再这样下去 可就这样来不及了 敌人出现疲态了 再坚持一下 你们还好吗 凯特 不要帮我们 你只要想着此剩就好 你使用这样 才能让霸主大叔变成SD 都明白了 交给我吧 加油 就长一点了 可不是 多伤人啊 快死了 快死了 开心 死了 可爱死了 快死了 开心 真是否刺 这么远的距离 即便我们有点火石 也无力会天了 没了石油 就有景区会被卢秀斯变成什么样呢? 除非 还能有奇迹发生 我去把点火石送进去 什么 等等凯撒 你干什么凯撒 凯撒 凯撒 你疯了吗? 你会没命的 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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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只只带不下去 那我们走就是了 露西 你说得对 就算没了石油 我们也能去别处生存 可没想要有其他出入的居民呢 该怎么办呢 对不起 我只能想出这个办法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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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露出这样的表情啊 因为 我会开始害怕呀 啊 pong 啊 啊 快去姐姐姐 啊 啊 站住 我就要来 啊 啊 不 上 等一等 附近突然出现了空间一场扰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接近这里 有什么东西正在接近这里 危机竟然还没结束 在哪里 在哪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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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又又见面了 哥哥 东西都打包好了 咱们已经可以回家了 神将 太好了 你们还没走 我差点以为来不及过来送你们了呢 凯撒 之前我和哥哥不是都说了吗 不用专场赶过来的 就有景区发生了这么大的动荡 这时候你这个霸主得出面主持大局才行 我都说了 我只是个代理霸主而已 那天 虽说庞培大叔扔进火壶的 是被卢修斯替换的点火时 但他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事实不会改变 霸主之位 应该是他的才对 凯撒 说起卢修斯 现在有他的下落吗 还没有 他手下的莫尔斯也一样没找到 哼 那个狡诈的家伙 当天咱们立刻就让博尼斯和派派去围堵他 可还是被他跑了 不过从他遗留的东西里 找到了他勾结市里以太企业的证据 再加上当天伊埃斯的视觉记录 就有景区的机车族都清除了他的恶行 神将 出了空洞 都没来得及和你说一声谢谢 这次多亏有你在 我们才保证了火壶 都是凯撒的功劳 火壶要熄灭时 其实我也认为无力回天了 而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骑着摩托 离我们越来越远 哎呀 怎么说着说着伤感起来了 我不是被燃烧口下面藏着的那个空间烈系救了吗 人家你说这事怎么就这么凑巧呢 据一个专业的朋友说 由于空间烈系周围气流复杂 以太粒子难以稳固 所以那里才会迟迟没被封堵上 而且又因为天然气和以太粒子的微妙平衡 那个空间烈系难以发生移动 很可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 坠入火海 英雄归来 当年初代霸主到达火湖时 数不定也是从那里跳下去的呢 哈哈 没想到初代霸主的传说竟然是真的 这可真是火于其行的意外收获呀 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有空间烈系 再加上初代霸主可能也记不得当时的经历了吧 传说里才变成了被神明搭救 话是这么说了 可火湖中央刚好有个空间烈系这种事 不是已经很像神明的杰作了吗 对了凯撒 从空间烈系掉下去之后的情形 你还记得吗 虽说记得一些 但也是模模糊糊的 毕竟我当时觉得自己死定了 那时候在黑暗里 我以为自己的意识很快就会消散 可身上却清楚感觉到了穿越空间烈系的压迫感 然后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束光 于是本能地蒙拧油门向那个地方冲过去 再然后就从你们头顶上掉出来了 真不敢想 你说又见面了之后 接下来的一句话竟然是 露西 我死了 卡绿东之子就交给你了 那家伙不是一直很想从我手里接替卡绿东之子吗 我那时突然想起来 之前都没把这件事交代清楚 我还以为他听了能安心 可谁知那个暴力狂突然就从地上跳起来 一边大喊我才不要你人家的东西 一边积极实实给了我一耳光 当时的场面可真劲爆 我和莱特吃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哼 我的脸直到第二天还肿着 可是好好被你们看了笑话 不过这次我确实让你们担心了 啊 对了神将 既然你们要回城里了 送你们个东西做经验吧 哇 是杨碎 嗯 这是我们卡绿东之子几个人一起做的 可惜我没来得及帮大家编 就只帮忙画了中间的图案 谢谢 我会珍惜的 神将 今后欢迎你经常到外环来做客 愿你浴火重生 凯撒他们的机车声已经完全听不到了呢 看来我们快要离开外环范围了 火狐平安无事 凯撒也当上了新人霸主 这次外环大冒险终于要结束了 一想起火狐快要熄灭时的锦香 现在我们还能一边说笑一边开着车回家 它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怎么了 灵 你的语气听上去有点感慨 虽说火狐里那个练习 只能通过结果反向证明它的存在 当时除了凯撒的孤注一致 也的确没有其他挽救火狐的办法 可是眼看着凯撒坠落下去是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就像那时候一样 灵 哥哥 不愧是一家人 哥哥你应该跟我想的是同一件事 对吧 这里刚好是市区边缘 伊埃斯和菲瑞也在 是时候了 对吧 主人 您已偏航 正在规划新的回家路线 不用担心菲瑞 路线没有错 我们现在走的 才是回家的路 到了 我们上去吧 来 伊埃斯 别忘了围巾 哪哪 我们好像好久没回到这里了 灵 菲瑞 知道这里是哪儿吗 搜索完成 此处为大猎谷中段 新爱丽都一侧边缘 大猎谷是新爱丽都前身 即爱丽都重大空洞失控灾难事件 通称旧都陷落事件的产物 时任爱丽都领导层 为应对旧都陷落时失控的灵号空洞 引爆了爱丽都西南至东北方向的十四座市余塔 爆破威力引发强烈的地质连锁反应 促使大猎谷诞生 没错 大猎谷里没什么可被侵蚀的对象 灵号空洞 无法从猎谷中侵蚀转化更多以太活性能量进行扩张 因此失控得到遏制 有了她 新爱丽都才有建设的机会 但如果没有她的话 从这里再往前开 就是进入爱丽都市区北侧的路 跟索恩区距离很近 不到十分钟就会遇到一个大大的雕像 那是怀斯塔学会的东西 在雕像前左转 就会进入以前的密尼瓦区七号主路 路左边全是哥哥爱逛的旧文明古董店 那时哥哥还小 总是被假古董骗到 就先顶不住林的撒娇 买下吃不完的点心了 怎么会吃不完 点心这东西只要放在桌上 一分钟内就会被大家拿光的 哥哥忘了吗 我怎么会忘了 总之 七号主路尽头 再经过两道 不 三道安检大门 就会看到一座漂亮的建筑 老师就在那里 他会带着叶艾斯在门口等着我们 他总是喜欢站在建筑名牌的右边 赫丽俄司机关 那里才是我们的家 现在他也在 就在大猎谷的对面 零号空洞的深处 九毒废墟的瓦砾之下 老师 我们又来了 这次隔得有点久 发生了很多事 主人 助手二号 请允许我为这位至关重要的侍者表示哀悼 如果你们愿意 我可以搜索他的姓名 精准定位他在受难者纪念碑上的位置 卡洛斯 卡洛斯二呢 并未在救都陷落事件受难者数据库中定位到该姓名 仅在救都陷落事件关联信息中找到一项匹配结果 造成零号空洞失控 并引发救都陷落的巨大惨剧 罪魁祸首 赫利尔斯机关高级研究主任卡洛斯阿尔纳等人将会被永远定在耻辱柱上 推测 刚才提供的姓名有误 或该匹配信息为同名同姓的其他个体 不 你没有弄错 官方宣告的造成救都陷落事件的大罪人 卡洛斯阿尔纳 他就是我们的老师 他教育我们 抚养我们 HDD系统和ES都是他的成就 他还在救都陷落那天 救了我们 Ferry 你不是问过我们要参与调查零号空洞的原因吗 这就是我们的原因 我们成为神将 就是为了积累足够的观测数据 有朝一日可以深入零号空洞深处 进入赫利尔斯机关的救治 我们相信 如果说哪里会有线索 一定就是那里 我和零可以用彼此的性命起始 老师绝不会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我们要揭开救度陷落的真相 洗刷老师的污名 他是无辜的 因为 警告 检测到未知对象正在接近 啊 这个时间 谁会来这里 你是 您是对空六课的新坚雅科长 是我 你们是拥有优秀指引帮部的独立调查团负责人 没想到会输给你们 雅小姐竟然记得我们 好荣幸 不过 输给我们是指 我正在进行 第一个抵达大列谷纪念地的休息 我想一个人多陪她待一会儿 雅小姐原来也是来缅怀故人的 嗯 我的母亲 姐 希望您能早日获得平静 谢谢 我不打算获得平静 嗯 您说 您不想获得平静吗 没错 在引发救都陷落事件的所有犯罪者和干系人被权术进来之前 我还不需要平静 我要抓到他们所有人 一个不留 为了 五又 将还把如此 有详� know 一次 下座 最是 nei 更 肯定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